这三年来啊 我夸了长城汽车 大概有上百个视频啊 现在我跟长城汽车关系 也还算可以啊 毕竟没有到什么 那个诉讼程序 所以说大家不要乱带节奏 我听懂吗 我总结了一下啊 就是我回头把所有的视频 我都看了一下 我其实把它整一个合集 让大家看 什么H6系列呀 还有什么VPi摩卡 坦克啥的 加一起 好几个小时 这整个手机 我手机配置还是挺高的啊 那都不行 就是发不上去 太长了 知道吧 好几个小时 你们也看不完 所以说我只能把个别的 坦克系列 VPi和H6呢 稍微少整一段时间 让大家看看啊 看看我是怎么宣传长城的 我是怎么夸长城的 坦克300卖的这么好 跟我有没有关系 你们可以评论一下啊 来看 这是我以往 推荐长城汽车的视频 老姐看我在哪里呢 我在坦克300里面 这个这个是真挺高的 一下子卖不上来呀 这个卖一下子还真挺不适应的 哎呀你来吧 这个门槛是吧 一般也是真得踩在这儿 不踩在这儿直接踩在这儿 咱们上哪儿去呢 上来吧 咱们上别的地方溜下去 咱们上别的地方溜下去 转然后呢 中国汽车不只是比亚迪崛起的啊 一些品牌都崛起了 长城汽车海外销量十七万三千一百八十辆 看到了吗 这是海外销量 出口销量 今年中国的汽车出口量 已经追平了日本 明年肯定超越 很多这个崇洋媚外的贵田狗 这些金日分子不说了吗 哎呀那个 你看看全世界销量 咱们还得努力 你他妈的放屁 那你把那个五千年历史 都给它比过来得了吗 中国还得听清楚吗 为什么咱们叫伟大的复兴呢 一直都是王者 丰田几十年的历史 还包括什么奔驰 宝马 必备 上百年历史 咱们国产车才崛起几年 特别是比亚迪新能源 也就最近三五年 长城汽车 能把这个海外销量 做到十几万多 非常优秀 非常不错 咱们大家都知道 那个如果没有哈佛X6 没有这么高的性价比 那可能那个很多人 都买不起SEV 一个小破的XLV冰质 一个破销克 最高配连电动后视镜折叠都没有 就敢卖十六七万 那不就纯是割酒菜吗 还有什么可认为日系车 日系车做工最储操 内饰最丑陋 配置最底根本就没有动力 经常出毛病 破CVT变速箱 还不安全 记住吗 所以说买就买国产车 像那个坦克三百 长城的坦克五百 所有的这个H系列 F系列 然后还有这个卫派 摩卡 是不是马奇朵 拿铁什么的 它的名盟平台 名盟混动 非常非常好 知道不 都是值得购买的 所以说啊 国产车是全面崛起 不不只是比亚迪 我也不希望看到比亚迪一家独大啊 那么国产车 国产品牌 要百花齐放 所以说啊 不要再宠阳媚外了 去了解一下 现在国产车有多优秀 你说你们跪舔的样子 真的很有恶心 这样你们站起来 你们还不站起来 还在地上骂骂咧咧的 你们就不能坐个人吗 老铁们 这是我的比亚迪大唐啊 这就是遇到一个神车 哈佛神兽啊 这不知道谁提的 特别帅 来 哎呀 挺冷的 这是我又到我了 这是我 把这两辆车拍一下的啊 这是我的大唐 看啊 哈佛神兽 看到没 哎 这个神兽挺好啊 挺好看啊 别说真挺好看 这个神兽 挺不错 漂亮啊 哈佛神兽 哎 这腰线看着 哎 真挺不错啊 橘色的 看着运动气息满满 橘色的 首先的外形啊 买车真的外形很重要 如果是以前比亚迪 那破外形 你给我都不要 但是现在 你想要提车 你得等啊 看到没 他这后背灯拆了啊 这不知道啥事 后背灯拆了 这后背灯是撞坏了吧 应该是撞坏的 哈佛神兽啊 龙骨挺好 十八里 哎呦看啊 十八里 十八里是十九 十八里应该是 这个行不错啊 空间也挺大啊 灯拆了 在里边呢 这个内饰 看着啊 内饰也相当稳稳 内饰挺好 挺不错的 这车啊 后灯坏了 看着 开起来了 哈佛神兽啊 以后这估计都得是报款 太冷了 回去了 回车里吧 太冷了 看大龙骨 老大的龙骨了 那个车叫哈佛神兽 放大的声 有那个大哥溜达溜达 这也是咱比亚迪的潜在客户 知道吗 先招一下腿吧 不招脸的 都是潜在客户 你就买那宋普拉的DMI就行 你知道吗 对啊 那捞好了 比我这个小一点 但是省油才十多万 这个二十八九万呢 十万就行 十多万老省油了 宋普拉是DMI 充满油加满电 能跑一千两百公里 你看那个车吗 那叫啥车 知道吗 前面那个 那个叫北京汽车 就叫北京汉 才十三四万 挺好 现在国产车都起来了 烧气的 就是油的 油的 行了 不知道了 钢琴靠起的出风筒 这个比手机都先进 老先进了 对啊 嗯 老先进了 有老铁买车比较纠结啊 来问我啊 他自己看上了这个哈佛第三代 H6 马克斯啊 1.5系那个绝对够用了 他认为挺好 但是呢 他家人非得让他买什么 本田 XRV也品质了这些日系车 他还不好意思不听他家人的 他问我到底选哪个 我告诉你啊 你家人是错误的 无论是你家人 你身边同志 你其他古巴拉 所有人都让你买那个CRV 都不要听他们的 不是CRV 是XRV啊 就是告诉你CRV 也没有这个第三代 H6 那个马克斯好听清楚吗 更何况是小的XRV了 白给都不要 如果是哈佛H6马克斯 咱们可以考虑买 在国产车当中 咱们可以挑一下 如果是日系车 什么宾志啊 XRV 什么萧克什么的 给你都不要 听清楚啊 强调一遍 白给你都不要 听明白为啥 现在给打个比方 认为这个日系车好的 什么又奔着省油乱七八糟去的 对了 他价格还不便宜 你能不能花两万块钱 买一个20年前的诺基亚手机 来来来 就这个 你能不能花两万块钱 买一个20年前的这个手机 只能打电话 发短信 啥都干不了 你会不会买这个两万块钱啊 然后把你现在的智能手机扔了 把你现在的智能手机 这个华为几千块钱的扔掉 换成这个 能不能 有人说这跟车有啥关系啊 日系车就相当于20年前的老头手机 听明白吗 而国产车就相当于现在的智能手机 差距就这么大 有人说啊 国产车三大件 那个不行 你放屁 我现在告诉你啊 一会跟你一项一项的说性能和配置 合资车特别日系 二三十万都不到200马力 二十万以下的 啥也不是 一点动力都没有 而且变速箱全是CVT的 啥叫CVT 故障率最高就是CVT的 听清楚了吗 什么钢带又断裂 这条啥的 你一断裂就得大修 最不稳定的就是日系合资车 他们修车都得签 签保密协议 知道为啥 要不就不给你修 所以说他们 说什么故障率的 全是骗人的鬼话 他们故障率是最高最高的 来咱们综合对比一下啊 为啥说这辆车日系车 白给都不要 来咱们看一下 老铁们咱们详细对比一下啊 左边是哈佛H6第三代 1.5T 马克思的 看到没 125,900 1.5T 169马力 够用了啊 然后这个右边是本田 X2V 因为合资车配置低 我特意选了一个比他贵了12,000的 看到没 这个是137,900 比这个左边这个H6贵了12,000 但是他1.5L 这些才131马力 看清楚啊 差了38马力 本来就没有这个代替的这个动力强力 还差了38马力 然后才96,000万啊 眼界这边 H6第三代是124,000万 然后看一下尺寸 4米6乘1米88乘1米73 这边是4米3乘1米77乘1米61 直接就给他装一下啊 X2V那个小车 外观极丑 那个不只是动力弱 而且空间还非常非常小 几乎就后排坐下啥 根本就没有H6好 然后那个实测这个X2V 那么小个车 0百加速11.26秒 什么概念呢 就是马路上的蜗牛的 不敢深踩油门 怕废油 买这种合资车的车主 真的是没钱 啥也不是 知道吗 他们就是被人家骗了 就这么回事 然后然后H6比他大的多 实测还这个百公里 还9.7秒 唯一的好处 稍微省一点点油 但是可以忽略不计 都差不多 往下翻 看看这个两车的配置 它比它跪了13000 跪在哪 啥都没有 来来看 看着 H6主动安全 这个预警系统 车道偏离预警 前方碰撞预警 倒车车侧预警 DOW开门预警 什么都有主动刹车 你看到X2V啥都没有 跪了12000 啥啥都没有 你看并线辅助 车道保持辅助 那样疲劳驾驶 提示 道路交通 标识识别 这些S6都有 然后那个X2V啥都没有 这纯是智商税 我告诉你 跪了12000 还啥都没有 然后这个 测气联 S6也有 那个X2V 还是没有 买这个车的 然后 说他们是脑残 一点都不违顾 我知道吗 老铁们 这个 要选这个车的哥们 一定要不能选X2V 再往后翻 我看到 这个巡航系统 360度全景 合积车 40万 下360度全景 都得选配 更不用说10多万 根本就没有 有360度全景 跟没有 这不是一辆车 我就告诉你 定速巡航 自适应巡航 全速自适应巡航 L2级自动驾驶 每一个都是 必须需要的 但是X2V 比它还贵了 1万2 啥啥都没有 简直就是欺人太盛 你知道吗 再往下翻 斗破环境 还是没有 往下翻 然后这个运动模式 H6第三代 有这个运动 Eco 雪地和标准模式 X2V只有一个 Eco模式 这简直的配置 就差太远了 然后这个 H6是皮质 X2V是塑料 其实都不用看 你看那个内饰 你就知道了 X2V简直就赶不上老头 那个太丑了 这些配置 你看 远程启动 这绝对是高科技 S6有 SUV抬头显示 还有 这在何之豪车 标配一个 抬头显示 都得要你一两万的 手机无线充电也有 X2V太拉胯了 啥都没有 只有一个第二排座椅调节 但是眼前 S6有前排座椅 加热功能 这个更使用了 对不对 再往后翻 然后GPS导航 S6也有 那个导航 道路这个信息展示 也有 道路救援都有 看他们S6多好 然后这个手机互联 有卡普类 原厂原机 车联网是标配 OTA升级是标配 OTA升级 绝对是高科技当中的高科技 相当于买了一辆车 后面还能升级 多数几个配置 还有WiFi热点 你就不用看 那个X2V了 买这个车的 也是都是脑残 如果我身边有这样的朋友 我果断断脚 我都不理他 买这个车就证明智商差 知道吗 再往后翻 日间新车灯 自适应远近光 自动大灯 转向辅助灯 这些全都有 X2V还是啥都没有 看没看到 啥啥的武士 再往后翻 这个矩阵式的大灯 S6也有 然后再往后翻 外后视镜加热 电动折叠 锁车自动折叠 这是最基本车应该有的配置 X2V十啥万了 依然啥都没有 简直就是欺人太甚 买这个车里人 脑袋都让你提烂了 焦虑就是智商税 就是今日分子 知道吗 崇洋媚外的跪田狗 说的就是他们 再往后翻 空调 那个后排出风口 标配S6 双气空调也是 看到没 S6啥都有 老铁们看完没 看清楚没 你就说吧 日系车哪一辆 哪一样能比这个国产车强 同价位的 简直就是太落后了 要啥没有啥 要动力没动力 要外观没外观 要空间没空间 空间那么小 S6 第三代S6MAX 都能把这个X2V装下 X2V你拆开 可能连前后保险杠都没有 内饰太丑了 刚才看了了吧 我解说这个 性能配置 那是看的太丑了 老头热都比他强 听清楚吗 安全性一点都没有 连侧气联都没有 你想 我为啥说形容 它是20年前 那个类似于诺基亚的老头 因为他什么都没有 你看那个第三代S6 在车内不用连手机 所有软件随便用 安全性也最高 而且S6是销链过 你一百来个月的 它怎么可能跟S6比呢 而且还是第三代的MAX 所以说让你买 听清楚啊 这个老铁啊 让你买这个X2V的所有同事和朋友 赶紧让他们滚 因为是脑残 不需要交这种朋友 就算是轻轻也不要理他 他给你拿钱 你都没有必要要 他白给你买这辆车 你都不要 因为现在人情给你的破烂 没有必要 听清楚吗 为啥说不买日系车 合计车呢 就是他们要那么的 不要的东西 他们都认为你没见过 完全就是侮辱自上的 这么一个车 但是S6非常好 还有一点最后说明一下啊 我住院那些 大过年 你别说我说话嘴唇啊 但是就是那么回事 我住院那些买日系车的人 不得好死 不得善种 为什么 你想得好死也没有用 因为你车 主动被动安全配置都没有 一旦发生车祸 你就是挂 对了 日系车国抽家恨的忘了 是不是 车好还行 车还不好 选择一个这个破烂 你简直就是脑残 宠阳没外的跪舔狗 赶紧给我站起来 要不就滚一边去 奉劝那些 所有认为日系车好的人 听清楚吗 坚决支持你买第三代 H62 没有钱哥借 听明白吗 坦克300 你过分了 你一个硬派越野车 我有的高科技配置 你都有 什么车载OTA升级 自带行车记录仪 什么都有 上下坡辅助 什么抖车浑量 而且还能选装三把锁 你说这个 如果是核子越野车 像你这个水平 几乎真是没有 四五十万起的木马人 什么普拉多 越野能力也未必有你强 然后他们啥配置都没有 人家自带行车记录 然后什么液晶预料 太压监测 就几乎所有的配置都有 两百多马率扭矩还大 这坦克300太厉害了啊 什么LED大灯 什么防碰落预警 那个主动刹车 态压监测 所有的这个都有 我查了一下配置表啊 它不比我的这个唐二代配置差 特别好啊 看一下 这车配置老高了 你这硬派越野 你这配置等这么高 干啥呀 20多万啊 配置绝对比这个普拉多领先 领先太多了 在这边看看啊 一米九多高 看在后视镜 看 这个应该是赛博 赛博坦克300吧 这个车 真好 这个车特别好 不到了 老铁们看我前一个作品啊 我昨天在路边上 遇到坦克300 拍了个视频 我感觉挺好 我想开一下 我今天就开上了 我想问一下 这算不算有本事呢 来老铁们 坦克300怎么样 硬派越野吧 还有没有喷我的 朋友的车啊 你看 人家这个蓝色的这个灯光 也挺不错的 内饰各方面都挺好 中控是这样的啊 它这个绝对是有坦克那个架势 那个机械那个架势啊 各方面都挺好 看到没 座椅 后排 看到后排特别高啊 这个座椅特别高 来 咱们溜的一圈啊 开着坦克 咱们溜的一圈 咱们溜的一圈 看到这 特别是这个把手啊 看到没 这么这么看 这个把手 还有这个把手 咱们看一下 看到没 天窗小一点 但真不需要那么大天窗 甚至我那个大天窗 有的时候 它都有点晒 你知道吗 哎 周旗 哎呀特别平顺啊 听懂没 特别特别平顺 看到没 它这声音也挺好 然后看我这个地友的大红卡 看到没 这就不用说了吧 这个我的车不用说了 这就是朋友 嗯 你忙不早 一会跟他捧一下 嗯 想着我的思念的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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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 学员 别人 应该是最好的 看嘛 慢点 我慢点 喝下的醉烈的猪 随便忙就浪迹天涯 一个多情有无情的人啊 就像遍遍月亭子里的黄 喝下的醉烈的猪 随便忙 随便忙 老铁们都知道我天天拍我的地表全能SUV大堂了 有人说越野不行 那我就找一辆越野车 我现在下车把镜头转过来 在我的大堂里边 来咱们出去 哎呀 车门锁上 车门锁上 我的地表最强 全能SUV大堂 这个300啊 这个车也是一个神车 挺贵啊 得加价啊 20多万 而且还费油呢 国货之光 只有它是最保值的 知道不 坦克300 现在想买都买不到 所以说这个 我这辆大堂跟坦克300 你说假如是你 你会怎么选择啊 你是选择我这个600 586 新能源呢 还是选择这个传统燃油的硬派越野 你要是我 我怎么选呢 哎呀 小孩的世界才选择 大人的世界当然是全选了 知道吗 行 我跟你说 哎呀 底盘高不 底盘高吧 咱们看看300的类似啊 哎 看什么 像不像奔驰 非常向往 看看这个 怎么样 非常好吧 是不是 来一点启动 没毛病啊 往前点 也是那个 电动调节座椅 来吧 咱们走起怎么样 老铁们 走起来 高到前面排 这看一下啊 内饰非常好啊 后排稍微高一点 天窗啊 这绝对有奔斯大计的感觉 因为我朋友们的大计 我也做过 哎呀 坦克呀 走起呗 请系好安全带 哦 你看到吗 眼睛多智能啊 你看我 我没系安全带眼睛都走 从没想到 差一点都不行 从了都吗 看到没 所以说这个眼睛就非常智能 知道吗 哎往后往后往后 哎 停 这次唐克300吗 嗯 对 我说最期待 能提到车吗 现在 这个小孩卡住了 来 好 中拍摄啊 中拍摄啊 嗯 这车带有运发的 然后就是 很高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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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得靠个运发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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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车身 感觉能开的 厂客非常好 厂客机械 现在能体悠的 今天我刷的最少五六个视频 就说这个未判摩卡混动贵了 要什么 比亚迪唐DM又零克零九的 你买比亚迪唐DM吗 我们是比亚迪车主 你买了吗 那你说说到零克零九 你应该零克零九 你也一顿喷的 合资车这个好 那个好 简直就是宠阳妹外 到底是这个未判摩卡 这个PHEV贵呀 还是你宠阳妹外贵点呢 你告诉我 到底是他价格高 还是你宠阳妹外 你常贵不起 站不起来了 来看图片 不是摩卡贵 而是你贵 你该站起来了 听清楚吗 你举那些这个国产车的例子 根本你就不买国产车 国产车除了的时候 你给国产车又一顿黑一顿盆 合资车来 今天我就叫一下啊 30万左右 有任何一款合资车 包括混动 包括这个燃油车 能比这个 再说一遍啊 有任何一款 能比这个魏派摩卡的这个外形帅空间大 科技那个豪华 配置高 那个内饰豪华 能比他智能的 能比他省油的 来 随便叫出一个车 随便叫出一个车的任何一个配置 我都算你赢 你能在30万这个价位 能举出一辆合资车 比这个魏派摩卡 这个PHEV好 我直播吃香 我直播吃轮胎 我吃不下去那轮胎 我咬两口 行不行啊 来你给我举出个例子来 贵田狗就说你们的 就宠阳没外贵田 这个贵 那个贵 怎么的啊 那中国那好产品就不能卖上价格吗 那外国那个车 那一个破奔驰大技2.0T的 他哪点有这个魏派摩卡 这个混动墙啊 加价 选配 简直就是流氓式的营销 卖了二三百万 你刚说奔驰大技哪点比 这魏派摩卡强 除了面子工程 除去装逼用 显得自己怎么怎么 像银似的 实际狗屁不是 都不是中国人啊 全都是汉奸 卖国人知道吗 那奔驰GRB GL 卖30多万了 他都敢给你1.3T 130多马力 啊 这不贵吗 我看了一下啊 合资车混动的 比较有竞争力的 就是这个新款的 汉兰达48位轻辅 那个48位 那个轻混和这个 那个 丰田 皇冠的陆放 但是一戏比 明显那个魏派摩卡 各方面比他们领先 一个时代吗 任何一个方面都比他们强 最有竞争力的 丰田 皇冠 陆放 和汉兰达 轻混 都卖三十五六万 而且啥特技配置都没有 那外形呢 就是老头开的 内饰 简直就是简陋到极限了 然后简配到极致了 那新款的 那个汉兰达 多少还给你点配置 比以前强的 但是那个内饰太丑了 人机交互系统没有 他有L3级别 自动驾驶吗 没有 他有手势泊车吗 没有 有批道监控吗 很多很多车都没有 更不用说是这个 纯油能行驶200多公里 百公里加速才4.8秒 这性能比他强悍多了 再充满电能跑200多公里 他造这个魏派摩卡 PS因为差老远了 而且价格还比得贵 其他的合资混动 你不用找了 没有 一个都没有 没有任何一款 能比这个魏派摩卡 这个混动强 888的还说啥 你说吧 哪贵呢 一点都不贵 如果你非得说是跟这个 咱们国产车比 他可能性价比不高 那可以 但是很多人比较的是盒子 盒子怎么 40多万的BBA 奔驰GLC 宝马 X3 奥迪QR 4023万的才100多马力 那外形空间类似 人际交易系统 拉跨 垃圾 白给都不要 你怎么不比一比呢 所以说 所有的人说魏派摩卡贵的 都是骨子里他贱 他宠阳媚外 认为中国的东西就不好 认为这个就不应该卖价格 你怎么那么贱呢 中国的东西是最好的 听明白 中国的空气是最香甜的 中国的生活是最幸福的 中国的 在中国的夜晚是最安全的 你凌晨 你都可以出去逛去 在外国你敢吗 中国的疫苗是最好的 而且是免费的 听清楚吗 中国的高铁是最快的 我说这些能明白不忘 你是不是中国人呢 这家上市一款车 这家呀 你们给黑的 这不好那不好 中国有一千个好 一万个好 一亿个好 我根本就说不过来 但是在你们眼中 在那些宠阳媚外的贵船狗 汉奸卖过人的眼中 啥都不好 如果这么不好 你滚出中国 你别在中国待着 就讨厌你们这样的 宠阳媚外的贵船狗 不是为派摩卡这个混动贵 而是你们贵的太久了 快点站起来吧 啥意思 哎呀 出了第五道 前面 坦克三百 看到了吗 我们一家人处理溜达 把这个窗给你打开 透点方 是不是 行 我爸 我姐 我姐 我们一家好外 看他老婆 我们一家人处理溜达 关了 我出去溜达去了 你就给我 你这在这坐着也行 还坐着 好 好像是有菜羊 你们都还怕 怕一点就快 说快点就快 怕 所以现在也不好 把它抵押掉了 看我 可以抵押掉 看他 没错 大苹果 这豪华西场真的 有点像奔驰搭驰 但是跟他那还不一样 看他那你看 第一步,你賣這個 賣這個 好嘞 這樣很 這麼高 不挺高的 挺高的 挺高的 這車有沒有在地圖 坐著 哎呀,這麼坐的 這麼坐的 挺高的 看來類似的 看來類似的 空間碰到大 空間大 鏡頭撞過來 看來類似的 像奔馳 那個風子然後朝著 這個 這縫線 航客 像大炮桶一樣 而且特別是這個 這個絕對像在坦克那個 擋吧 你看到這個之後 老鐵沒想到的是啥 一定是帶坦克那個 帶坦克帽那個 坦克帽的形象 這坦克筆 你知道嗎? 看見沒 瞅瞅沒 我說中間的擋蓋 挺好嗎? 看見 合資車 合資車有沒有 比咱家這兩輛好的 牛牛 有沒有 老鐵們 我出去剛回來 看到一輛坦克300 老帥老帥的了 讓我聯想到坦克500了 指定比普拉多強 比普拉多強多了 什麼那個木馬人呢? 什麼這那的 肯定趕不上坦克500 知道不? 首先這個外型 就比普拉多帥度 能把普拉多裝一下 聽懂嗎? 要不然的話 現在也不可能定站三四萬了 頭一天就破兩萬了 而且採用的長程這個 那個3.0T 渦流增壓發動機 9AT的變速型 多好啊 然後還有一點就是 外國人平時給咱們灌輸的理念 什麼硬派越野車 什麼硬派 低配就說低配就說乞丐版 你瞅那木馬人 我坐過 我一個哥們看 和那個城市大動漫 嘮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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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嘮 逛的呀 哎呀我的馬呀 什麼硬派越野呀 那個坦克300 這個網上有很多越野的視頻 坦克300 有的能過去的 木馬人還不一定能過去的 這不是撒謊哦 有視頻有真相 一會給大家放一下 然後那個 內視啥都沒有 說是硬派機械趕強 實際上就是低配 低配就說低配 說的那麼好聽 还什么硬派 像那些盒子车说什么 配置低不会坏 纯是放屁 这个我就不赘述了 之前说过 我车唐二代四年了 配置超高 那元气劲特别多 高科技配置一大多 从来没坏过 四年了一点毛病也没有过 所以说配置多就容易坏 这个绝对是谣言 知道吗 然后再看内饰 来咱们大伙看看内饰 看一下内饰 看怎么样 坦克500的那是绝对 我个人认为 比这个奔驰大技要豪华 你看这水晶按键 bling bling的 人机交互系统 非常智能 大屏幕 虽然它不在旋转 但是不用连手机 所有软件随便用 随便下载流量还免费 你也可以看看这个字幕 听这也是怎么介绍的 内饰超豪华 谁告诉你越野车就可以 那个不豪华 越野车就指定都不豪华 内饰就丑陋 就全是塑料杆的 为什么要跟着外国人的 这个思路去走 咱们就不会创新改变了 他们说这个敌配好 就敌配好 他们说硬派里边那个不豪华 那咱们就不豪华 不要听他们 咱们现在创新了 咱们也可以成为世界的标杆 是不是 看 多么豪华 30多万买一辆车 一进到内饰 感觉像20年的车都没跟上时代 买它干啥呀 然后这个什么配置都没有 一点意义都没有 对不对 看到了吧 老铁们买车是用来享受的 只有高科技配置和人机交互系统 让咱们能跟车沟通 从而才能使得那个通过车 让咱们更享受生活 那提高生活的品质 那些核子车 特别是普拉多 什么兰德 库尔泽 简直就是垃圾中的垃圾 而且越野能力坦克500估计也比他们强 不是吹牛啊 最后给大家放一段这个坦克 这个坦克500这个 在这个沙漠里越野的视频啊 他们是在这个试驾 动力特别强劲 特别好 一会儿再给大家放啊 所以说外国人制定的标准 我们不一定非得跟风 跟他们在一起 跟他们一起走 是不是 咱们可以创立咱们自己的标准呢 所以说很多人说 买一辆车满足越野 别吹牛 天天越野没正事啊 天天越野越得丹毛越野啊 没事闲的 不上班的 不生活啊 天天越野不有危险吗 对不对 偶尔越野 它够用就行了 而且这边看多少马力 300多马力 350多马力吧 然后500多牛米 足够强大了 外形帅 空间大 才30多万 好像最顶配才40来万 多香啊 多好啊 老铁们 这还不支持 是不是 所以说性价比最高的 外形帅 空间大 国产车安全性 绝对高 看过这么多 喷着啊 评论区 还有一些这个 所谓的那些老师 自媒体 说国产车 几乎很少有说 国产车安全性不够的啊 有人说国产车废油 废油呢 它本金厚啊 然后它安全呢 废油 废油它不费命啊 它不像日系车 它 它省油费命 现在这个 在这个中国 这个混动车面前啊 日系车也不省油了 什么优势都没有 我就不想喷日系了啊 大家就是记住 这个 坦克500 绝对是好车 强力推荐啊 除了坦克500的话 你还可以买这个 比亚迪唐DM 越野也非常强悍 这就不展开了啊 所以说最后给大家放一段 这个坦克500 这个越野的这个视频啊 看看 我跟大家一起欣赏 就像我最亲爱的人 每一个难免的月光 想着我最思念的人 一个多迹又无心的人啊 就像手心里握不住了香 喝下这醉烈的酒 随便忙 就浪迹天涯 一个多迹又无心的人啊 就像天边月 镜子里的黄 喝下这醉烈的酒 随便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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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着你的风筝 一次的思维 让我自己 难过的时候 总多的流泪 看这是谁 橘色的坦克300 这怎么还有个画呢 这别的是什么玩意儿啊 宣传的 没啥用 看啊 坦克300 传说中的 中我的越野神车 20多万 就能感受到 这个奔驰大忌的 这种感觉啊 但是说实话啊 各方面比奔驰大忌强多了 200多万 买个奔驰大忌 2.0T 听清楚吗 这就是交质上罪 然后北京的奔驰大忌 卖到什么程度呢 成本不到70万 加价7万 240万之后呢 还得对着你摄像 对着你摄像之后 拍摄你是不是 自己愿意购买 你说中国人交质上罪 交到多严重 这中国国家车不香吗 越野能力相当强 而且现在想买到这个车 想买到这个车 不好买了 这车加价选配 你看 现在坦克500都出了 这个橘色特别好 看来后边它这个背包 这不是本地的 特别好 坦克300 这车绝对保证 长长 越野能力也强 这车先了 好 大大拍了点危险 往中间的 坦克300 给奔驰大鸡 一顿捧 喷眼睛个矮 对不对 反正大多数人 咱都买不起 咱就拍个 唐克300 就行了 好车 绝对是好车 老铁门 橘色的 这个车不错 现在还认为国产车不好的这些人啊 绝对是脑袋上楼梯了 或者是这个思想太保守 说好听点叫这个魅语师俱进 跟不上时代的步伐 多难听点就是这帮老逼帮的真腐朽啊 老铁们我看到一辆坦克300啊 大橘色的 我得下去拍一下啊 来 我一会儿把 我马上把那个 我马上把这个摄像头转过来啊 这车挺高啊 哎呀 这车好啊 这个车不只是 那个 性能好 越野强 配置太高了 关键这坦克300 变态在哪呢 是配置也不低啊 大哥你知道这个车不 这个车的配置不比我配置低 你听懂吗 是吗 它是个硬派越野 基本上我车有的配置啊 它都有 它都有 而且它是个硬派越野 而且内饰还比较豪华 你说呢 它越野绝对港港的啊 不比那什么木马人 普拉多差 比普拉多强 你想人家底盘多高 看到没 拿铁门 这是两辆国产神车啊 我找个角度给大家拍一下 这是两辆国产神车啊 坦克300 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宝质啊 赛博坦克300 看啊 这不是那个树的 那个树的卫派那个就是赛博坦克300 看看 这个挺强的 开师傅 开师傅 要出去 这儿能出去吗 能出去 能出去 我给你倒一下的 能出去 能出去 我给你往前点 给你往前点 不用 你往前点 能方便点 给它倒一下的啊 要不那个 人家的嫂 请将档位切换至P防御 那我眼前方便是吗 女人方便吗 对吧 来 给倒一下 行了 这就能出去 好了 女人方便 女己方便 有人停车啊 啊 这个能过去吗 那不对啊 咱们停车不应该说是 只是够宽 能过去 等一下 你方方便便 就是 就是非常方便的过去 知道吗 得是这样的事 对不对 这就是石傅的鸟 废太 这两辆国产 500好啊 哎呦 500老大了 500能把它装进 500能把普拉多装进 没有那个 那个什么 库鲁德大 没有库鲁德大 但是比普拉多大 高度比库鲁德大 这玩意儿二十多万买的 回手还能挣两万 这不是吹牛啊 唐克300啊 来 镜头转过来 老天 就他啊 唐克300 回头你二十万买 回头能卖二十二百 真是 这不是吹牛的 我这大唐 两辆国产神车啊 要性能强悍 百公里加速快 带越野的 科技配置高的 那就是唐DM 如果要这个 越野的 还保值 听懂 还保值啊 越野还保值 买什么普拉多木马人 那普拉多木马人 跟这车比 那就相当于乞丐 乞丐当中的乞丐 听懂吗 相当于一个要饭 挖的跟富豪 它不只是能越野 而且它配置还高 这国产车的配置都高 越野非常强啊 对了 还保值 它还有三大卖点 第一点 越野港港的 完了配置还高 完第三点还保值 而且喜欢这个形的 感觉它这个 一瞅一四本出动 后边的压房压条 你看这底盘 看到没 你看人家底盘 够用 这底盘不就高多了 老盖了 老盖了 你看二三十万买这 对的 还有人花二三十万买这个车的 我不到他牌照 买个这车二多万 哎呦 他脑袋得让驴踢 对 买那车十五六万 他脑袋得让驴踢多好下 都不是脑袋让驴踢了 让驴给操了 三十万吗 差不多 这都让驴给操了 知道不老铁人 这个我最烦 嗯 让这个拉倒吧 不说他了 不给他画面 走吧 走了 翻车了 感受一下车内的豪华氛围 我就选择三个三买 老号 就我这个和这个都行 费油 买的还都行 费油啊 相当的 不说了啊 费你的费 肯定很 我这省钱呢 他能跟我比吗 买这个得多花六七万 不用 你买DMI 比他还便宜 比他便宜 别买DMI 没有必要这么快 你数字大了 不得稳重点吗 老要脏狂 少要稳 七百二十度 就得脏狂吗 那你就买DMI DMI非常省油 七秒多 够了 七百 零百加速七秒 还不够吗 对不对 买这个 你是为了越野 能天天越野吗 对 你就买个这个DMI 只要DMI 老省钱了 但是你得等车 这脑残都买这个 新款也啥也不是 奔驰GRA 三十多万买它 还有十多万买一个 XRV冰质 跟什么脑瓜的 让驴也踹扁了都 崇洋没外的贵田狗 他们算站不起来了 行了 不说了 老铁们 今天有老铁问我啊 预算三十多万 三十五万之内 买什么SUV 而且必须要那个 国产的这个新能源的 我感觉他这个想法是挺好 以前也是一个核子车车主 被我给说服了 又是一个路虎车主 那我现在特意给他做一期节目 他就是不想要比亚迪 说实话 他就是觉得没有面子 他自己也说了 比亚迪这个跟我以前的路虎差距有点大 这个还是不自信的事 在这里再说一句 但是如果你不想选比亚迪三十多万 SUV 是不中大型的 还有三个可以选的 我推荐这三个 第一个是领克09 五米多 特别好 无论是外形 那是高科技配置 都非常不错 你了解一下就行了 前两天说过这个 然后第二个是蓝图福瑞 这个东风旗下 这个蓝图福瑞 它的高科技配置 现在是国产车最高的 它达到了694马力 什么概念 比那个库里兰马力都高 694马力 什么全景天窗可变广 底盘这个空气悬架 带升降大概十厘米 然后那个中控的仪表台 整体都可以升起来 那逼格是高的 外形说空间大 各方面都好 然后第三个就是 三十万刚刚出头 魏派摩卡PHEV 我刚才说的领克也是PHEV混动的 我个人感觉这个魏派摩卡非常好 零百加速4.5秒 外形帅 车又大气 然后所有的高科技配置也都有 之前就有老铁梦 我说魏派摩卡可以选吗 它又有改电平台 又什么以前的VV7底盘 都是扯淡 都不一样 魏派摩卡是值得选择的 所以说这三个 这三辆 这三辆都可以选择 看到没看到 个人偏向于魏派摩卡 如果你非得选择了一个大的 那个五米以上的 那就领克零九 我要选高科技配置非常高的 非常炫酷的 非常有面子的 那你就蓝图福瑞 听明白吗 这三款预算三十万里 这三款SUV都可以选 这是在你不选择 比亚迪唐DMP的情况下 这三个可以选 听懂没老铁门 大胆的选择 哎呦 这是谁呀 这不坦克三百吗 很多人提这个车提不了 看着没 看 这挂钩 怎么样 这个车比木马人好多了 科技配置比木马人领先一个十百 越野能力也强 坦克三百 老多人要提这个车根本就提不着啊 无产车的科技配置比合资车领先一个十百 合资车简直就是个垃圾 这要是木马人的话 得四五十万对手 然后他妈的啥都没有 你看人家这干 人家坦克多干 这车是新车呢 没上牌子呢 看到吗 来 大本 远远的 还没上牌子呢 这高度大概我 我正好一米八高 这个车得差不多一米八 一米八多 坦克三百 大家看一下 新车 嘎嘎新车 全车是这个压光黑的 还没上牌子呢 现在这个车能提到的人不多 嘎嘎新还没上牌子呢 坦克三百 这车都提不倒倒 这车老盖的 底部马人全都过来 二十万捕道子 那菜的 越野能力老强了 可以两把锁 然后可以选择三把锁 里边的配置老高了 火坦车配置都高 这车不货 发动机多了 2.0T 哈佛F7 必须拍一个这个的视频 为什么呢 因为前两天遇到一辆F7 它撞了 撞的非常严重啊 所以说必须给大家拍一个好的哈佛F7 哈佛F7呢 这个先说三大件 2.0T的啊 比那个BB也要强多了 因为40万的BB也都不到200马力 都是双离合的 不如国产车十多万的啊 绝对不如国产车十多万的啊 哈佛F7这个管打的200多马力 外形可以吧 外形帅 空间大 科技配置那是落不下呀 因为国产车配置都高 性价比高 安全性也挺高的啊 上次咱们看到那个直接是撞的不像样的 这不是它最完美的一面 必须拍一辆好的啊 看到没 所以说大家要是买国产的话 哈佛系列除了H6S7 这个F7也行 然后如果想外形帅酷一点 而那个六倍式造型的那个酷派呢 买F7X都挺好啊 直接就眼眼了 不用改眼眼了 特别特别不错啊 其实现在啊 F7跟哈佛S6第三代有点分不清 因为S6第三代跟它长得几乎一样啊 建议大家这个是可以买的啊 特别好 真的比BB也强 绝对比宝马X3跟奥迪Q 特别是比奔驰GLC强多了 很多人不知道国产车好啊 这小破现代 十了万买它 简直脑子让你提了 行了不给他们画面 这谁的车这么漂亮 一个是个小丫头的 这属于水粉呢 长亨的 长亨的 这可好看的 这个应该是国产的 龙骨也很好看 这个叫 哈佛初恋好像叫 这叫哈佛初恋啊 十万八万的这个级别 真的说实话比奥迪Q3强多了 眼前这1.5的 1.5T的 哈佛初恋这个叫 肯定是哈佛初恋 我看得过它那个蓝色的 看这个大灯 看不看到这个大灯 大灯 漂亮 老好看了 这个叫哈佛初恋 十万八万的这个车多好 比奥迪Q3强多了 旁边那个高尔夫 交智商税的人 得花折钱 得花三四十万买个高配的 啥也不是 就那小扣空间买它干啊 这个啊 绝对比奥迪Q3强啊 也比这个什么 那个本田那个宾志啊 什么X2V要强多了啊 十万八万的话 买这个车没错 还有这个 这个我总拍这个 这个是奔腾T55 这个车现在卖的挺好 这个有1.5T的 还有2.0T的 你看到没 它这个轮毂挺有意思啊 新体会了的车 看到没 现在国产车崛起了 特别特别好 绝对比那个什么 本田宾志啊 什么X2V一样 比奥迪Q3都强多了 看没看到啊 外形帅空间大 最重要的是啊 听我说啊 最重要的是国产车 三大件要比合资车好太多了 安全性比合资车高 高科技配置高 然后动力强 不一定能比合资车省油 但是绝对是比合资车 性价比高太多了 安全性也高 再说一遍啊 合资车的三大件就是个垃圾 三四十万的合资车 基本上都不到200马力 看到没 这两辆都是国产号车 这个也好 这个是哈佛H6 这个也不错啊 要买车就买国产 你千万别买合资车 买合资车就是交质上税 也是新车 看到没 这也是新车 这个是哈佛H6的什么版 这个是 我还真不知道这是什么版 但是这是个新车 你看看后边这个 看到没 挺漂亮吧 这个绕流版挺漂亮吧 十多万块钱买这个车太好了 比什么奥迪Q3啊 什么奔驰GRB啊 比他们都强太多太多了 来再往前面 再往前面就是我的大唐了 那我的大唐就不是他们这个级别能比的了 就比那个奔驰GRC啊 宝马X3 奥迪Q R都强太多了 看到没 比哈兰达都大 车四年了 啥毛病都没有过啊 非常非常好 看到没 我的唐DM 太尴尬了 他们都强 买车就买国产车 即使你不买国产车 你对国产车有怀疑呢 你也可以先了解一下啊 绝对是比盒子车强太多了 如果现在谁买车 花30万还买个盒子 那简直就是脑子让你提了 听明白吗 就是在交自商税 所以说不要再买核子车了啊 就买国产 相信我没错 最起码你去了解了解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